《金刚经》有一段提到 佛陀在未成道前 修了五百事的忍辱 酷休如何对治自己的嗔恨 有一天 歌力王带这群宫女 出城到山上上花 玩乐了一段时间 歌力王累了 便躺在树下睡大觉 宫女们继续在森林中游玩 不久 在一座山洞里 宫女们看到一位非常庄严的修行人 心生敬意之余 便献上花朵 围坐在跟前 请教一些人生的问题 修行人发现宫女们非常有善根 就很仔细地开始了人生的道理 世间的万事万物 因缘和和则升起 因缘离散则灭无 缺乏智慧的人 天天都在烦恼的煎熬逼迫中打滚 有智慧的人 绝不会迷失在荣华富贵之中 而去造就无边的罪业 牵引未来无量的苦暴 宫女们听得入神 竟然忘了时间 依然悄悄流逝 此时 隔离王一觉醒来 发现所有的人都不见了 四处寻找 看到一大群宫女 围绕着一位年轻的修行人 恭敬专注地聆听 心中大为不悦 当下呵斥道 你是何人 竟敢勾引我隔离王的宫女 你心中有何企图 难不成你起了贪欲 心怀不轨 修行人平静地告诉隔离王 我在这里修行忍辱 忍人所不能忍 早已不再贪恋人世间的一切 隔离王一听 随即抽出宝剑 你说你修忍辱 那我来试试看 你能忍还是不能忍 便挥剑将修行人的耳朵割下来 修行人沉默一对 依然保持面不改色 而宫女们却吓坏了 纷纷劝请隔离王 不要再伤害修行人 这时隔离王已失去理智 继续狂飙暴怒 我可看不出他是什么修行人 我倒还要试试他 不但要割他的鼻子 还要肢解他的肢体 说完竟然真的动手 此时修行人起慈悲至关 放下一切执着 即没有受害的我 没有加害于我的人 也没有加害这件事 面对隔离王的凌迟苦行 他不但没有报复的念头 一念怨恨的意念都没有 反而怜悯隔离王 不了解英国报应的真谛 才会出此恶心 隔离王见仙人 面容依旧安详自在 没有一点恐惧愤恨之心 隔离王挑衅地问道 你恨不恨我 忍辱仙人虽血流如注 非常痛哭 却一方面也心怀感恩 正因为隔离王 惨无人道的对待 也成全了他的忍辱波罗蜜 这时天地六种震动 仙人的五百弟子 在虚空中飞来 问师父说 师父 您承受如此的痛苦 忍辱心没有忘失吗 师父回答说 我的心没有改变 山中猪龙鬼神 看见隔离王伤害忍辱仙人 各个心中恼怒不已 于是大星云雾 雷电 霹雳 想要加害国王和他的眷属 这时仙人高声说道 你们如果真是为我好 请不要伤害他们 隔离王这才惊恶不已 进一步问道 你说能忍辱 用什么来证明呢 仙人答道 我如果真的能忍辱 而且制成不虚的话 那么鲜血就会马上变成乳汁 身体恢复乳出 他的话刚说完 鲜血立即变成乳汁 身体也完好乳出 国王看到他如此羞忍辱之行 心中非常进步 就苛责自己并向仙人忏悔说 我无缘无辜伤害 侮辱大仙人 恳请您哀怜我 接受我的忏悔 仙人告诉他说 鲜血立 你被烦恼而蒙蔽智慧 被撑火而烧去本性 我不会责怪你 我将来成佛时 我第一个先度的人 就是你 人如先人即是佛陀的前世 而戈利王即是佛陀成道后 第一个度化的弟子 阿若交尘如尊者 阿若交尘 阿若交尘